星期日的贏波攻略 今個週日同樣有很多球 同樣大戰連場 繼續由我肥蘇和盤王傑為大家主持 星期日因為打完歐聯和歐巴里賽事 所以星期日的球員相對競爭性 我們所謂的大隊比較多 所以賽事也可能大家比較吸引 但當然好不好玩 真是兩體了 見仁見智 但不要緊 我們為大家逐場逐場解構 我們首先來義甲賽事 慢慢來吧 羅馬將會出擊亞特蘭大 羅馬令人相當失望 暫時排低七 近況真的相當反覆 而且不太好 上一仗 1比4輸給祖雲達斯 大敗一場 最慘的是羅馬的防線 完全好像不懂得踢 頭二十分鐘已經被祖雲達斯入了三個球 當然祖雲達斯為了歐聯留力 所以及後才被羅馬拿回攻勢 甚至入一球 我都沒見過羅馬踢得那麼辛苦 尤其是近期來說 至於亞特蘭大方面 其實戰績也是一般 近兩仗都輸了 上一仗還要1比5 他主場還要先到紀錄情況下 1比5大敗給拖蓮奴 現在排第16位 上一仗之輸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一來拖蓮奴也是比較順 拖蓮奴打得相當好 也發揮相當理想 至於相反呢 亞特蘭大的防線表現不太好 其實射門指數大家差不多 但是我可以說是拖蓮奴的質素比較高 以及把能力比較強 埃兵上陣其實在兩隊都差 這場怎麼搞好呢 我看過入球大了 因為看過那本都讓得多 羅馬上一球十足 三球大做九 到現在都是啦 片頭一球 落到8.5 入球大三球也落到8 我看過入球大 羅馬的球真是緊急 今季連主場的優勢也沒有 你看看主場 以前是很厲害的 沒錯 今季你看看他可以輸給波羅尼亞 你說的現象就好笑 他可以作客贏國米三比一 作客贏卡利亞也不是容易贏的 但主場只是和森多尼亞 另外輸給波羅尼亞 然後主場也只是和卡坦尼亞 到今天為止都沒有贏過一場的 在主場 今年呢 阿杰仔這個練習 我都解釋不了 為何二甲球隊主場不會贏波 國米啊 AC的全部主場不會贏波 即是你叫做AC剛剛才贏了一場 即是很有趣 我都解釋不了 真的 你說怎樣厲害也好 我真的解決不了 但這場球入球大就簡單一點 我想亞大蘭大的防線也是表現 若然你說打得順 羅馬可以 我覺得也可能是大炒的一場 甚至大炒之餘還能夠失球 所以我覺得 傑仔所說入球大比較穩陣 不要理會哪裡贏了 羅馬下盤也不穩 上盤也不穩 這球真的只是穩著搞的 接著另一場的二甲賽事 費倫天娜對波羅尼亞 廢論 我跟大家說過 這班球其實今年是打得不錯的 其實上一場輸給國際米蘭 阿傑仔被中了 其實國米也最終贏了 但那場球我自己覺得 始終輸壞了十二馬 即是那十二馬 也是早被國米先入了十二馬 然後打亂了部署 最終整場球只是輸一比二 當然啦 除了輸給國米之外 零比零和祖雲達斯 作客和了帕爾馬 是不是很頑皮呢 其實也不算特別頑皮 不過話多話少 近期對手比較強 再者也有開快車 所以這也是有影響 我自己覺得 雖然博洛尼亞 有所改善 去到十二位 但他們的表現相對比較反覆 曾經再贏二比三 三比二贏羅馬 之後回主場 他又贏了佩斯卡拉 所以他被擊死 零比一輸給瑞尼納 之後 他回主場 始終是穩陣一點 4比0 大炒卡塔尼亞 上一場來說 其實有一件事是真的 基拉丁奴 始終基拉丁奴 說他怎麼差都好 爛船都三斤釘 他現在暫時 五場入了五個球 真的 博洛尼亞 有他就差很遠 這場有沒有機會爆懶呢 這個作校去到弗洛尼納 我看好主隊弗洛尼納 因為看今季 暫時到現在 弗洛尼納 主場都幾有保證 贏過兩場 卡丹尼亞和烏丁尼斯 主場那場都和到草雲達斯 證明他 防守能力又回到差不多 看回這場 對著玻尼亞 看回指數 OK 早本到現在都要半一 一球大西兩 兩盒半大 八領到現在都是 半一是著數 我覺得可以 贏一球應該沒問題 我覺得霍洛尼亞 對 而且老實說 你說 博洛尼亞作客是差一點的 始終 那場 只能贏羅馬 羅馬 愚蠢 當然 另一個考慮就是 我亦有另一個邏輯去想 其實入球大都可以試 因為 其實霍洛尼亞的功力都不頑 今年 大家也知道 祖維迪也有fit 另外 比沙路和華里路 這些球員 在中場都相當強 還有 後備前鋒 冬妮 不可以忘記 還有博洛尼亞 今年都說了 吉拉丁和郭豐順 另外迪亞文迪 甚至另外一位球員 都相當值得留意 就是 他們的 乾尼 另一位希臘籍的前鋒 都是 上一場都有入球的 這場是 其實在看好上盤之餘 我亦都看好入球大的 另一場已經入賽事 錫耶納對祖雲達斯 這場就是 山寨版的祖雲達斯 對真情的祖雲達斯 山寨版的祖雲達斯 這場是 對著拉數 都實力分野 始終拉數是打得順 開局比較順 但是臨完場 他們入球 一比二輸 這個是見底 也不能怪這個祖雲達斯 相對祖雲達斯 其實在聯賽 就清風送爽 四比一大炒羅馬 但是對著薩克達 在歐聯 似乎 就有些 我真的不知道 照祖雲達斯 對球隊的體能狀況 就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不知道 是否始終有一件事是真的 真的說得逐點 叫鐵打都死 記仔經常都說 打到十場 比如十天打四場 始終是吃力一點 那天對著薩達 似乎薩達的活力相當好 作爭的情況下 亦都可以和到一比一 你覺得是否祖雲達斯 始終也有一點點問題 有啊 看你那天都黏了一點 而且對方 很體力化 所以 迫到祖雲達斯都現了型 很明顯是輸了體力給別人 所以這場球 你說作客 看回指數也挺高 作客 讓一球 到現在都沒有變 但是小時候也是兩球半 到現在都沒有變 信心大不大呢 讓一球 我反而看得到 如果讓你一球不多 我覺得 就算輸給你 也是一球左右 不如拒絕你贏不到 我簡直可以成立 頂得住你更好 這場球 我也擔心祖雲達斯 這場球 但是問題是有幾個球員 接連打幾場球 我覺得未必夠 即是這麼好 尤其是他衣甲這麼巧 他又是王居居 這個禮拜打完 上個禮拜 整個禮拜 整一段快速 而且呢 不容易打的 再加費隆天拿 跟著主場對著羅馬 那足正和加索 上一仗呢 沙達是一支什麼球隊呢 大家可能都略有所聞 或者有記憶 沙達是年輕 有技術 前面幾個巴西外援 再者是幾快的 我覺得上一仗 祖雲達斯打得挺吃力的 最慘的是前鋒 仍然沒有球入 最終要靠阿邦奧 射個世界球掛網 才能入球 所以這場球就 有些保留 其實我自己都還看好祖雲達斯 可以贏 但是 是不是會大勝那種呢 所以可以考慮一下這場球 隨時開個入球勢都未定 這場球我覺得 祖雲達斯未必會失球 射尼納未必能入球 但是祖雲達斯也入球未必會多 這場球不如考慮入球勢 我自己覺得 那傑仔就 看好下範 那就敲射射尼納 好了這場就 看看是不是好看 還是好玩 兩隊都在主場踢 會不會兩隊都不贏呢 最終和球呢 就是 米蘭打比 米蘭打比 真的難了 這隊 這隊AC米蘭呢 打得頑固 但是有點暈 因為好暈就好過好球 正所謂 王兄貴所說 他作客去到新尼特 那場球 首先開了紀錄 憑著艾曼紐臣的自由球 散到人 好了 最終領先兩球 被人追回兩球 打算他有點危險 誰知道對方又送個烏龍給他 真是好運 真是好過好球 至於國際米蘭反而是 作客他又沒什麼事 不知為何國米真的很得意 真是這班球 不懂得踢主場 在歐八杯作客的情況下 也是3比1輕水對手 而且那場球有部分主 也有休息 而且是副選 所以我覺得國米和利物浦的個案 都有點遲 反而出了大名的全部 未必有一個很好的現象 反而國米出副選 上半場已經3比0了 所以有部分球員 我覺得可以用的 尤其是巴西籍的前鋒 或者翼鋒 就是葛天奴 我想國米應該可以用 不過國米近期還可以的 上一場終於主場開齋 就贏了費能天拿2比1 作下也輕取機以和 當然如果你看近期國米 我自己覺得狀態比較好 尤其是迪亞高米烈圖 進了3個球 卡斯斯奴都可以的 不覺不覺進了4個球 其實在這場怎麼看 米蘭打比 看看指數就平手 AC是熱一點 7嶺入球大西2球2球半 大做9嶺 到現在都沒得怎麼動 我看了入球大 因為2球2球半 看看國際米蘭和AC米蘭 在歐館和歐霸 其實兩隊都很非常 AC米蘭其實上半場很厲害 只不過下半場跌了一波 有運之下贏到 但是如果上半場 看得那麼爽 我覺得入球應該沒問題 看回國米出了很多副選 但也是很爽的慢波 我希望兩隊會打一場入球鬆 所以我猜入球大 其實你想都想不到 這隊米蘭打比入球小 兩球兩球半 搞錯啊 兩隊真是沒有肉 我覺得 其實有一個想法 就是AC米蘭近期 你說他好運也好 或者狀態也好 或多或少 有一個球員要注意 就是我之前說過幾次 提及過這個球員 就是那個 埃及瑞的 埃及小子 埃及王子 埃薩拉維 他真的腳鋒順 而且近期是fit 尤其是他對新尼特入球 是相當精彩的 過幾個球員 然後自己近射 而接連呢 他對著帕爾馬入了一球 最終和波 另外對卡里亞 又是他梅開爾道 足正見到這個球員 你近期不可以不用他 就是這個 就是fit到不得了 那麼 郭米也是投夠 尤其是 我剛才也說了 在歐巴杯 所以米烈圖 史尼達 辛尼迪 甘比亞蘇 這些球員 全部都投夠投霸 所以其實 我相信 打回這場聯賽 是不存在體能上的問題的 應該 那麼 我回來真的拆入球大 我來拆了 有什麼理由兩球兩球半 真的 他真的不適合 還是米烈圖不適合 卡里辛雄不適合 還有這件事情是真的 兩班的後防都是一般的 就算 就算出了正選也好 你國米那邊 說得逐一點 要不就老 要不就差 所以其實 入球大 就是你贏輸都不想的 就是入球大 對 入球大 因為你說國米剛剛 這場球 歐巴杯 是用甘比亞蘇打中間的 就是用中場 證明後防決得多厲害 所以這場球 我真的看到雙方有缺點 就是入球大好的 入球大 不要想了 這些球 左手 什麼手掌肉 而且兩班球 水準太不穩定了 反而入球大利好 而且 兩球兩球半 相當值得玩的 好了 繼續以甲賽事 這一場究竟 看看賣什麼狐爛賣什麼藥 這隊拿波里 我其實都看通了他 但是很反覆 先說 這隊這場球其實挺有趣的 我覺得 拿波里 對著烏丁尼斯 對著烏丁尼斯 好了 拿波里 在聯賽打得相當不錯 上個星期開快車之下 他都能夠連勝兩仗 3比0 主場贏了拉素 而且 在作客的情況下 也能夠小勝 森多利亞 1比0 但是在歐巴布 作客 似乎他真的 不管了 領隊馬沙利 大部分的副選球員 即是叫做後防 都有幾個主力 但是前線 完全收起了正選 就用年輕球員 欣帥尼 以及華加斯 這場球 整場球 拿波里 只有六次起腳 好實說 這場球我沒有看完全場 但是我看了精華 他可以給了PSB園頭分 起了24次腳 我也不明白拿波里 為什麼可以打到這樣 很明顯就是很簡單 就不想要這場球 即是把11個站起來 但是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見 證明他現在聯賽排在第二位 還有一個想法就是對的 如果我是馬沙利 都會這樣做 今年米蘭雙鴻打得這麼差 羅馬又脫腳 拉素又一半半 我還不是時候上來 不要說爭冠軍 拿回第二 或者第三 是不是才打歐聯 這個想法 回到聯賽就對了 所以這場球我相信 卡雲尼頭夠了 六場入六球一球完 另外彭力夫也會出來 甚至瑞士國的欣拿等等 都息數在陣 所以我看到今年 大家自己捉路了 以後 拿波里今年的路向很明顯 今年聯賽 先想一下 大傑仔你有沒有意外 烏丁尼斯贏我的作客 我真的有點意外 你這場真的 也有 因為看回 李物浦也是下很多副選 那 OK啦 但你有一球 也進得相當漂亮 所以你說這場球 回到二隔 我絕對看好 拿波里贏 和你說的 他根本全力被戰 這場原賽 而且看回 他主場威力也特別厲害 大家都知道 拿波里主場很厲害 這場球不是多 早上半一 就是拿波里9 右球帶小兩球半 帶上98 現在計算升到上一球 右球帶小兩球半 一球我覺得沒問題 我看好拿波里一定會贏 我反而倒轉 我會把這場球說得很有趣 就是 你說得對 我看好拿波里 你也不明白 烏丁尼斯贏 聯賽水深火熱 歐巴巴尼斯贏了全力 你全力 你真是想不到 你全力 我看了李物浦 你一直看著 李物浦 其實是副選 其實打得不頑皮 都可以的 但是問題 又是防守問題 你也沒得怪 因為他收起了主力 他出了魯俊加力查 就搭著聯青救援哥哥迪斯 其實1比1的時間 烏丁尼斯那個球也有點運 對方哥迪斯就擺個烏龍 然後接著就射到世界球 其實那場球 嚴格上是和球比較合理的 就是後來換回蘇羅雷斯 立刻入球 但是這場球一定對於烏丁尼斯的負荷 老實說和李物浦雖然複選踢 但是體能也要 也有一個現象 就告訴大家 都在足正一件事 就是沒有了迪娜達利 這班球員都不知道怎麼辦 真的 又是靠迪娜達利 起碼叫入球 以及戰定勝局 所以這場球 我覺得 你現在作客 對著拿波里 以及兩場連續作客 對烏丁尼斯的負荷是相當大的 所以這場球 我都一面 大炒格 我覺得大炒格 大炒格 我覺得拿波 你真的太明顯了 他的落墨太明顯了 對 你分析得好 我覺得今年還沒有機會 拿冠軍 沒有什麼機會 不要說冠軍 拿回第二名先 打歐聯先 起碼要錢 現在二甲水深火熱 我都沒有錢 哭沒有錢 還要錢 所以這場球 一致看好 我也看好拿波里 如果你問我 金亨二甲 即是今天二甲 有兩大心想 第一大就是米蘭打給開大 第二就是拿波里 我真的覺得拿波里 沒得說 好了 稍後說完一大堆的二合賽事 我們轉一轉口味 去到西甲賽事 又說說西甲 好了 李雲特對著華倫西亞 李雲特 在歐巴貝那場球真的挺好笑的 我之前也記得了 我看好賀諾威 這場球其實也會看好大的 最終憑著十二馬 李雲特在下先領先 而且對手賀諾威是少打的 但是呢 李雲特真的見底了 被賀諾威壓著來打 還要輸了 其實竹正呢 李雲特今年已經不能再神奇了 年紀大了 球員雙線作戰困難了 而且球隊的人腳 我大膽一點說 也是不足以雙線作戰 比較吃力一點 相對華倫西亞就很輕鬆 連勝兩場 在主場歐聯也能夠2比0贏 李爾 巴西直前鋒 祖拿斯也沒可以到 其實那場球 其中除了祖拿斯打得好 其實球員也打得好 我尤其是覺得蘇達度除了入球之外 他的前線的牽引 和他的比球都相當不錯 這場其實貴為一個華倫西亞的打比戰 即華倫西亞區的打比戰 其實看不看得華倫西亞贏球呢 這場有點難度 我看回李雲特 始終是弱一點 但是看回主場就OK 都頗穩陣的主場球 那看回這場球 和那個 要用的球就比較少一些 因為華倫作家人是平半的 九嵐 入球太小兩盒半 大造十足 到現在都是 那你說如果 看回對賽往直 或者近期的主場 和作家成精 我反而看好李雲特 因為看回華倫西亞作家 即是作家馬倫卡都可以輸 那你今次作家李雲特 李雲特主場水準是一定的 所以你說要用球的話 我反而看好李雲特 我自己都頗擔心華倫西亞這班球 尤其是歐聯合為證 上次舒彬馬倫卡 就剛剛打完場 敗人回來 再者呢 而且是比較不穩定的 其實他們可以贏一些球隊 但是主場對著拉科 也可以打小過之下 被對手迫和 我自己覺得 今年雙線作戰也是一個困難 所以看到他們 我也有點擔憂 真的有點擔憂 這場球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想法 看看會不會入球大的出現 尤其是李雲特主場 似乎入球能力也有 但是上一場 我覺得打完歐巴杯 究竟回主場 究竟能力是怎樣 不過我也看過入球大 反而後防也不太好 所以其實這場球 阿杰仔就看好下盤 看好主隊 看好下盤 那我就看好 不如試試他入球大 好了 那這場呢 也都是去到賭主 賭主今天就行不行 馬勒卡 上一仗呢 就0比1輸球 他們的中場 思莫 其實就 要自己想想 11分鐘就打小過 那0比1輸 其實本身 早前 馬勒卡的戰績是相當好的 嘩 真的不錯 尤其是聯賽 是沒有輸過球的 那 之前一仗也能夠2比0 華倫西亞 甚至作客也能夠和 奧薩薩 至於格蘭納達 其實上一仗 能夠主場贏 切爾達 也要多得 早開紀錄 還有12馬給了他們 但是呢 格蘭納達這班球 我上一仗看到 對著切爾達 往往的防守相當好 但是 不知道是否同級對手的關係 他們回來打得比較開放 而且在早開紀錄之下 連續6分 即是在6分鐘內 進入了兩球之後 反而縮後來打 就被切爾達得到很多主動機會 甚至被對方追回一球 甚至如果下半場若飛 對方無法把握 其實他們應該會被迫和 或者是輸了 因為輸了也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切爾達 整場幫他19次起腳 而且去到6成3的控球 踢來比較被動 格蘭納達 那麼這場結仔 會不會看好主隊呢 即是馬勒卡應該贏 其實就 大家都知道 馬勒卡主場 特別厲害 格蘭納達又出名 做客人 但是 但是指數就 有少少回了飛 早盤 馬勒卡用半一 入格大勢兩球半 到現在就落到半球 入格大勢也是兩球半 那我有少少見到縮盤 反而緊緊地 我反而這樣看好入球勢 因為大家都知道格蘭納達很明顯 對親任何一對作 都是死手的了 是啊 那麼失波不會多的 一球兩球的 馬勒卡 他往往都是主場 又是緊勝的 很多時候都是緊勝的 那我有少少少不明朗因素之下 見到縮盤 我反而看好入球勢 入球勢 也很相似的 而且我自己覺得 縮盤我也害怕 也有些害怕 如果 按照馬勒卡正常來說 他應該下飛 對嗎 起碼贏黃蘇 贏馬倫 他真是主場 又贏愛斯賓奈 三連勝都還回飛 還有這對格蘭納達 也不會作客 作客特別差 一對特別厲害 為何會回 應該像你說的 一球都沒問題 是啊 他甚至都說 你挑逃都會輸 所以這件事都令人匪夷所思 大家密切留意 留意一下飛 或者去臨場 有得看就玩一下臨場 好啦 今天大家看到我們後面的back job 就知道有什麼事了 其實今個星期日 都很多場大戰 米蘭打給現在走下一邊 沒有人管的 買了就算 好啦這場就是國家打給 巴塞龍拿對著王家馬德里 其實都一如所料 黃馬這班球 硬正的程度 或者叫做硬正的程度 就是 早前大家都知道 輸了兩場 但是呢 接連已經五連勝 不算是友誼賽 四連勝 不算是友誼賽 作客那場阿迪士 好像大人和小孩子踢球 沒得踢 沒得踢的 我們賽前都已經說沒得踢的 還有再欣喜的地方 這真是摩連奴的功力 除了斯朗 他進入三球之外 賓斯馬也進入三球 賓斯馬也進入 那波倒掛相當漂亮 再者 你不得不贊摩連奴 他收起卡卡一段時間 谷路卡卡 神操晚練 真是卡卡fit 如果計算 跑動能力 這個卡卡和賓斯馬 真的很多 跑動範圍 跑動的距離 相當多 我想前所未有卡卡 我想要回到卡卡 最適合在AC 才有這樣的水平 甚至有傳 其實這場球 可能找他打正選 也未定 至少巴塞就慘了 巴塞 不是吧 肥嫂你說他慘 當然慘了 想再靠黑哨贏 然後周中更慘 講得難聽 不知道是報應 第一 有布斯基斯 搞搞震 被人趕了出場 然後最可憐 其實我替他很慘 就是佩奧爾 復出的佩奧爾 其實這場球 領队維蘭路華都害怕 始終要找回 定海神針 佩奧爾真的是一個拼命三郎 誰知道 跌落地 整個手腳都掉了 又要休息兩個月 但如果賽前的消息說 迫基這場 可能很大機會 就可以復出 其實這場球怎麼看呢 有主場之力 巴塞 其實一直在主場 對王馬的往績上都很好的 你自己覺得 Future某怎麼看呢 我看好王馬 因為 初盤 巴塞人判了 98 入球大小三球 大做96 到現在就落到半球 巴塞都9 入球大小三球 又落到飛落獨8 因為我為什麼看好王馬 其實因為 王馬近期相當 fit 尤其是卡卡 不要理會正線 如果出去的話 我想都很大威脅 二來最主場就是巴塞 沒有了佩奧爾 後防已經很亂 現在佩奧爾也沒有了 坐陣的指標也沒有了 你看看會縮哪個來踢 我覺得你如果對著 近期的王馬的風扇 我覺得 都很難頂 而且今年巴塞的風力 是頑皮了的 所以你說 今年對著王家馬得利 這麼硬的球隊 你攻不入之後 還要後面 隨時會失多 你會贏到半球 我會贏到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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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贏到半球 所以我會贏到黃家馬得利 如果你看回近期 尤其是上一場 對西維爾 你找桑梓 宿後和馬斯查羅打 真是錯漏八出 而且輸第二個球 給尼加道 一爆他都不敢動他 直接不敢去撞 怕拿紅牌 現在巴塞 你看到人腳是不夠的 譬如有異傷 年青球員 方達斯的中堅又傷了 根本只有碧姬正中一個中位 艾比道老實說 肝有問題 有牌都不能出 現在丹尼爾維斯近期又頑皮 甚至在街上賣酒 又說有機會去聊天 去巴黎聖日門 29歲 談運長約 李安納道就關照他 上一場更好笑 那個球對著西維爾 做最近的觀眾 腳又不堆 站著看球 所以現在竹正看到 巴塞的防線相當頑皮 甚至你說 就算把布斯基斯拖下來 我覺得作用的分別也不太大 叫做好少許 比桑梓 爹那麼多 和馬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當斯洋 賓斯瑪 甚至中場後上 甚至艾森都相當艾森 大家看到他 雖然你說沒有五味 在車路市那時候艾森 但現在他的球是沉穩了 他在中場的攔截 和跑動的搶置是相當好 還有還有一件事 王馬近期內部氣氛好 已經說 莎兆拉莫斯 和摩連奴那些 又沒事了 這場球也是看好王馬 我也是看好王馬 但是入球大 會不會看好這場球 也很不奇怪 因為看回巴塞 這期也是這樣失敗的 王馬的功力 如果你說碧姬 連碧姬都不能出回 用桑梓和馬斯殘路 對著王馬 你會輸到球球爆 我想到兩三球都沒問題 球球都爆 所以首先一定要看好王馬 頂得住 或者入球大 都可以兼顧多一番 所以當然 季初那個超級杯 那時候王馬還沒有合作 相對巴塞 是比他們更合作 所以那場球作下 就輸了 但是一經過調整 回到主場 摩連奴下一個必勝的指令之下 最終王馬就贏了 所以我覺得過了一個多兩個月 其實過幾月 那個參考價值 也要看回隨著狀態而定 這場球 除了一個考慮就是王馬下盤之外 亦都可以考慮這個入球大 好了 這場其實都很慘 這兩隊都是近方幾個球隊 對碰好像沒有人理會 因為有國家打比 就是雙馬的對碰 馬體會 將會出擊馬拉加 馬體會又是有一點點 告訴你 他又要有一點點留力 歐八杯主場對著比較弱的球隊 他就剛剛緊勝就算了 那場球呢 有很多主力都要休息 所以馬拉加就是勢力而斑勃 有一件事是真的 馬拉加的 我們跟大家介紹過 他們的人腳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先打好一個防守 然後呢 建基於這個防守 前面的球員真的是 馬拉加 他除了前面沙瑞維奧拿 另外艾斯高 今年打得相當出色的中場球員之外 剛剛那場球在左翼 艾利斯奧也是梅開爾道 還有祖阿昆都會入球 你說打兩隻也打死你 那歐聯呢 輕取安德烈截3比0 AC也贏不了主場 你說馬拉加多厲害 近期馬拉加的戰績相當好 上次作戰情況下 他們能夠在聯賽上一場 4比0 輕取貝迪斯 之前一場也0比0 和了不二包 以及3比0 歐聯贏申尼特 所以這篇幕很厲害 兩邊都合適 這場球怎麼搞的 我看了主隊多一點 因為看回節數 半一的就是馬體會 做好盤 半一九八六 大概兩下半三 但是做九六 到現在都是某一點變 都是這樣的盤 那為什麼我看好馬體會 其實就是 最主要去剛剛那場歐八杯 很多人留力 是 那倒轉馬拉加 今年 成績相當好 但是都是限用一班人 又是打來打去那班人 所以這場球回到馬體會 大家都知道馬體會的主場威力很厲害 那倒轉馬拉加 今季在西甲的作業成績 就 中上 未至於太好 面對馬體會的主場球隊 我覺得他頂不住 這場球 還有少許疲態之後 我覺得他應該會輸 是的 所以反而馬拉加就著重在聯賽 他就知道不能拿 沒問題的 大問題是他就著重在歐聯 已經拿六分 所以其實此消比獎的情況下 如果體能的儲備 或者是球隊的流力情況 一定是馬體會的 而且還有主場之力 加上馬拉加怎樣都叫作客去到比利時 這方面始終 和馬拉加的人腳 如果你看回後備的人腳 相對是有球員 但是差一點 你不夠馬體會的人腳充裕 所以其實他 沙維奧娜近期 艾斯高 艾利斯奧等等 全數都是踢足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 祖阿坤和沙維奧娜年紀都開始大了 你這樣接連踢 始終對他們比較吃力一點 所以這場球 我和傑仔的看法 都會看得到馬體會高一點 好了 西甲完了 接下來 又是這個環節 又到重錄出擊這個環節 大家會問 阿肥蘇 你悶不悶的 長長都給巴甲 我今天就不給巴甲 我就給德甲賽事 德甲賽事 所以我很少比 比德呢 我也有些原因的 法拉克福 作客 去到這個《無信家拍》 法拉克福現在貴為第二位的球隊 六場十六分 僅此於拜仁茂尼克 球隊表現相當厲害的 最近來說 真的什麼叫輸球 貴初到現在 不懂什麼叫輸球 在聯賽方面 也有五勝一和的成績 六勝一和的成績 五勝一和 五勝一和的成績 另外也曾經主場和過多蒙特之後 上個禮拜主場2比1 擊敗佛拉寶 其中中場美雅 梅開二度 其實球隊來說 無論前線的賀花 中後場的球員等等 都表現相當出色的 不過有一件事 除了我看好近期的FIT之餘 就是范克福 《無信家拍》之頑 我們都看好這件事 根本這班球 人腳來說 不能夠雙線作戰 上一仗 除了聯賽 零比五大壩 比多蒙特之外 仲喜 主場 歐滑杯對著 FIT之餘 都2比4輸 那場球 我體足全場 先領先的是 武信家拍 但是這班球 我覺得整隊球 體能狀態 和人腳上 始終已經有所不及了 雙線作戰 相當吃力 我看到 甚至在比賽的後段 其實《無信家拍》 是有些體能不足的情況出現 所以最終 防鮮也不穩的情況下 2比4輸給費林巴基 這場球 我講了原因 很簡單 一隊當頭起 一隊就衰到貼地 所以主場的情況下 還要讓評判 《無信家拍》 我真的沒怕過 甚至除了看好下盤 法蘭克福我能夠覺得作客贏之外 其實他入球大都可以一敲 因為法蘭克福能夠入到球 而且他們場場都很肯打進攻 其實你不能發現 他們其實由開季至今 所有聯賽都開大的 全部他贏的球都好 即是和球都好 全部都開大的 這也是一個好的現象 至於《無信家拍》近期來說 防鮮也相當不穩 近兩場失了9球 甚至也有一場主場和 漢堡都是2比2 所以我今天肥蘇重錘出擊的 當然就是法蘭克福和入球大 其實這隊《無信家拍》 都強勞之末了 因為我看著他整場歐八杯 是完全沒得打的 那隊費倫巴士落後都還沒怕過 根本真的人腳不夠 而且今年有一個位置 我可以說多一點點 本來《無信家拍》是打快速的 打地面進攻的 萊斯走了之後 領隊似乎要改踢法 請了荷蘭籍的盧克迪莊 變成打高球 這隊球隊本身打快速突擊 打地球進攻 現在就要打高球 雖然他對著費倫巴士入了一球 頭鎚 但是之後的地球進攻就一般 所以我覺得 接著踢法上也有些問題 變成球隊不太適應 我覺得沒什麼爭議 這場入球大和下盤 都是比較正老的選擇 接著去到德甲賽事 順帶也說一下德甲賽事 漢洛威對著多蒙特 都說過了 這個漢洛威剛剛上一仗 在聯賽來說 就是輸球 居然輸了給漢寶 也都歐巴盃 不過這番球的鬥心相當強 我挺欣賞這番球的鬥心 輸了 又不是打小過 晨早就落後緊給利雲特 他們都能夠 嘩 即是將士勇本 其實如果看過程 我不告訴大家 他打小過 根本不覺得他打小過 但有一件事就出現了 他的體能一定是有些問題 即是會相對比較吃力 以及也跟大家說過 一定要留意這些球隊 雖然漢洛威現在在聯組都算不錯 但近期已經有跌鍋的跡象 近兩場聯賽都是輸 除了中間隔了一場主場 大勝柳倫堡之外 作客也都輸了給賀芬鹹 以及輸了給漢寶 球隊現在排第五位 朱多蒙特 近期我們說他 不知道是不是有聽我們的節目 說一說他 弱了一點 近期沒有什麼氣勢 誰知道輸了給漢寶之後 就醒神了 調整回來 和了法蘭克福之後 五比零大炒這個無信家拍 然後在歐聯 我替他不值 那場球 他們打得好 真的打得相當好 突擊就相當奏效 萬成之迫和 他也有點運 這場有什麼看法 這場 入球鬆 我覺得有機會和法蘭克福翻版 是 因為看看 初盤 多蒙特拉 作下洋半五一 94 入球大小 六盒 到現在盆無動 入球大小 升上三球 看回漢洛威 大家都知道這場 是很厲害的 入球 入球能力很高 你看看 東蒙特拉 對法蘭克福那場 三比三 證明入得失得 那你對著 漢洛威 我覺得漢洛威和法蘭克福差不多 是啊 都是那類球 所以這場球 只要三球 我覺得很容易 所以這場球 什麼都不想 只要入球大 而且你真的很開心 看到漢洛威這場球 你從季初支持到他今天 尤其是聯賽和近期歐八杯 你除了只有一場球 很失望就是上一場 他和漢洛威之外 只有一球交際之外 全部都大 二比一 贏黎雲達又大 然後四比一 贏紐倫堡 一比三 輸給何芬涵 二比二和川迪 然後對雲達 甚至作客大炒和夫斯堡等等 全部開大 歐八波又大 八球球是一場球 對 有一場球作客 對著那場球 五比三 主場又贏五比一 給你看 很厲害 這群球的理念 或者取向 相當明確 全力出擊 全力用心踢 防線 甚至上一場 如果說回過程 他雖然贏尼雲達 但有些位置 都頗危險 尼雲達有些突擊 都幾乎拿他命 所以捉正到這群球 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這場我也是那句 不要想太多 入合大算數了 簡單一點 不要想哪裡贏輸 多門特近期康復 也是一個欣喜的現象 講完這場德甲賽事 去一場法甲賽事 馬賽 對著巴勒聖日門 這場球 又是那句 比西甲的打比 已經比下去 但其實這場 在法國來說 是一場傳統的 勁女的打比 國家打比 馬賽 上一場聯賽 真是神經的 這班球 一比四輸給華倫先生 我看著眼火爆 那場球 我和阿傑仔 還記得上個星期 還說馬賽應該贏 還開勢 誰知道 他的後防潰敗 但還好 我都能夠將功補過 因為語音半場分析 我告訴大家 這場球下半場還有兩球球 起碼 最終3比0之後 還來過4比1 最終開了一大 其實問題很簡單 就是對方華倫先生 打得順便 認得好 再者馬賽自己 尤其是 踢得比較黏 然後文丹達還要送禮 少見的犯錯 龍門扔了球門球出來 彈地 彈了給對手 然後很近地射 也不知道是怎樣的 不知道是想怎樣 但是還好 去歐華貝 正常回來了 真的馬上調整 這些就是勁女的本色 看到今年馬賽 勁女本色回來了 所以先落後 一球情況還沒怕過 還要大炒了對手 前鋒拉美梅開二道之外 另外基拿斯也入球 不知道是否上場大敗 讓領隊散一散 90分鐘入4比1 保時入5比1 你根本看到馬賽 跟上一場完全是兩班球 相對就是聖日門 之前的狀態相當好 但是對著歐聯的對手 始終比較強 真的去到歐聯另一個世界 作客0比1 輸給波濤 這場表現一半半 你很少看到 始終作客 波濤的主場真的相當強勁 有20次起腳 相對聖日門只有6次 這場表現就主力進出了 表現都不及對手 始終去到歐聯另一個景點 其實這場表現到哪一隊呢 也有點困難 初盤是平手 兩邊有九嶺 入球大小兩盒 大掃零六 現在已經去到巴黎聖日門 作客1盤平半 108 入球大小 反而下了兩球兩盒 大掃零七 其實這場表現真的 如果主隊受弱 我要主隊 首先馬賽雖然上一場聯賽輸球 但是呢 我覺得回主場怎樣都好些 第一 第二 始終歐霸杯 他們都是有點流力的 你看到那場球 他有些位置上都有調整 而且前鋒 他們很明顯 巴頓也出來了 即是連本身也有停賽 巴頓也停完了 即是在聯賽停賽 巴頓也出來了 打歐霸杯 另外前鋒基拿斯等等 有幾個華貝拿 都全部收起來了 所以促正他們的流力 但相對聖日門就沒得流力了 大家會知道聖日門比較主力 又出齊 所以如果你說到受養的情況 我始終就看高主隊 我就看過入球 大勢縮回兩球兩盒半 我看過入球大 你看到兩球 兩道球的功力都一定有的 尤其是 巴頓也隱瞞自重 好之後 在八個半島聯賽 常常球都入兩接四球 那你馬賽主場入球 又有保證 那我不如想入球大 入球大都可以 老實說不是可以 你這群武器都超級 兩隊都這麼好功力 沒可能入不了兩球 入兩球我都是半格而已 而且如果你看到隔壁 對方的高大中風 基拿斯其實都有甜頭 其實他們都有入球能力 這群馬賽都 反而值得玩 這個邏輯 反而反過來想 這個邏輯值得玩 反而兩球兩球半 而且現在的發格 都是那一句 哪有開這麼多勢 現在不同了 以前是全世界的 現在都不是那個景地 接著也跟大家再說 另一場英超賽事 看看利物浦回主場 又會不會令大家身旺 不過呢 我覺得李物浦很可愛的 李物浦在歐巴輝接輸 你又不能怪海 那大部分真的複選上陣 他留力留得很重要 但起碼聯賽和之前的聯賽盃都能夠贏球 尤其是當然最重要是聯賽贏球 因為他們現在都排位很低 派14位得5分 那歐巴輝來講 其實作下贏了一場年青人 主場輸了一場烏顛 其實漫漫的路都還可以搞 那場歐巴輝呢 他們其實真的有很多副選 尤其是防線 左閘都用了年青球員 羅賓信 鍾竹高 迪斯 甚至加力賊 前線方面用保連利 唐寧這些 領隊都已經開到口了 要再踢得不要踢他走 所以其實呢 休息是相當充足的 蘇瓦雷斯等等 史篤城上一場 主場能夠擊敗史文斯 高樂智近期是算OK的 如果在史篤城的陣中 但是史篤城這番球 始終的實力是一般的 之前一場對著車路士 叫緊負的 其實那場都逼得車路士很厲害 主場也和了萬成 近期的賽程他們不容易打 也作客能夠和偉根 對偉根也不容易打 在作客的情況下 季初又對阿仙奴 其實我覺得呢 你不能夠 將近期史篤城 現在的分數和成績 成為一個正底 因為他一排12位 對阿仙奴 對萬成 對車路士 你真的沒有說話可說 我覺得 這場有沒有機會爆冷 或者逼一逼利物浦 逼和利物浦等等 有沒有機會呢 都有 因為看起來都讓得很難 早判 利物浦判人一球 八五又大西兩頭判 大造狗 那現在已經去到 讓一球球判一零幾 有球帶西兩球判 沒什麼怎麼動 你說 讓得太多了 我覺得 因為看回史篤城作客 你知道大家這道球都是 死手的 死手的 那利物浦 你看回他的功力 是不是去到 那麼強呢 又不知道 因為看起來都是很平均 不是側向前鋒 特別勁後衛 特別弱 真的 真的 還有我很擔心 你當永遠看好利物浦 那場 我勾馬妹去看好他 想要輸 都贏了 誰知道他又輸 經常看好利物浦的時候 他就會輸給你看 哎呀 讓得太多了 真的好頭痛 我覺得太多了 如果真的要想 我想入球勢 我覺得 很明顯是 整場都收你了 就是看利物浦 入不入球球 可能做多一球 還有 還有利物浦你要破市督城 是比較難的 為什麼難呢 就是因為 始終利物浦的前鋒比較矮小 矮小一點 矮小一點當然 你說差地坡組織 但是呢 你小城縮到抹襲襲 那些人又高大了 他的襲位和你的中堅一樣高 大家 可能有些記憶 喂 他整宅根本後衛都高大的 全部都是 而且現在近期入選的 英格蘭瓜隊的梭爾高斯 其實都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其實你要打破這個密集 不是那麼容易 還有一樣 要防守高波 對呀 防守高波不是厲害的 你說反過來有死球 或是有交易球 雪露成也是叫呼的 我也害怕 現在他幾個中堅 再加上高落節倒的雙向 你就不害怕 所以這場球真的 真的有點頭痛 如果你說去到一球球半 我看到雪露成 我覺得雪露成真的有輸話 只是一球球 你看到他做車路士那場 都捉住了 他那場就逼到車路士 要靠運戰才入球 那場球根本就是受壓 但是他真的守得很好 所以那場球 我選擇小 我跟你的想法一樣 我覺得你進入可能真的贏 或者最終都贏 但是一球那種 不會是大勝那種 這件事也是真的 大家也不能否認 市州城真的挺守得下的 而且那些手榴彈戰術 自由球戰術 都風聲喝淚 所以令到利物浦 所以這場我的選擇入球勢 傑仔的選擇就是下盤 對 1球球半 我選擇下盤 真可憐 還要去到1球球半 我真的不要 他贏了也不用恨 接著去另一場英超賽事 就是熱刺 對著阿士東維拉 先說熱刺 熱刺其實近方好很多 上將威 3比2贏這個曼聯 總要是坐下情況下 23年沒有贏過 在曼聯 還要是 巴爾打得好 另外很多球員也打得好 丹普斯也是入第三球 球員也打得好 其實現在看到有一件事是好的 就是保瓦斯帶領的熱刺 其實他的形狀就出來了 他真的大膽 你不能否認他也有一種賭博 我覺得是 他夠膽連涉古神他簽回來的球員也不用 甚至連門將諾里斯也放在後備 艾迪巴尼近期也受到冷落 還有一點傷 敵科爾打得好 在他的揮下 另外巴爾等等 其實看到熱刺 現在是用一種快速突擊的方法是相當好的 也都設合了保瓦斯的理念 也希望打一個反擊比較快速 當年波徒的時候也是 至於在歐霸杯 大家就不要 我覺得這場球雖然他們作下 1比1最終是和 其實也有部分主力有踢 好像巴爾迪科爾 丹比利 丹普斯等等 但我覺得始終打歐霸杯和聯賽是兩回事 神組他們太早領先了 所以及後被追回成平手 取得分也沒話可說 至於阿士東維拉近況相對比較反覆 上一場 我很記得跟大家給予語音分析 其實維拉打得不頑 但還是防守錯誤 被西部朗的反擊先領先 那還好吧 始終我都覺得他們的攻力是強的 而且在主場打得不錯 戴良賓特後備入體也能夠入球 和了西部朗 現在近期維拉也叫做一般般 他真的成績排第五 但其實在作客情況下相對領先 他們可以一比四輸比修閑頓 那傑仔你又會不會看好熱刺呢 那我看回近期的熱刺 因為看回指數都是熱刺 早盤一球七 一球大身兩盒三盒大肢八五 現在就已經升到上一球球盤 一零幾 一球大身沒有變 那這場和利物浦是一球球盤 反而看好熱刺 因為這場我覺得贏一球應該沒問題 看看是否多一球 還有看回看他開始起了這班熱刺 是啊 就是很強心針益的 俗藝人萬亂 那看這場歐巴巴其實不用作準 很明顯都半留力了 都有少少 就是剛才出了幾個正選 但都是否Head attack 大家都知道了 那你又看回歐拉 修閑頓都可以找他四比一 那回回到熱刺 我覺得 我覺得沒問題 沒問題 熱刺沒問題 看是贏多少球 應該贏的了 還有另一個想法 試試入球大 因為熱刺功德和防線都會有點疏失的 除了你說這場歐巴巴之外 之前三場 聯賽杯連兩場聯賽都是開大 甚至主場贏軍事炮浪 有時候我很怕熱刺那些東西 經常都贏軍事炮浪 對 最後贏2比1 那些東西 經常都是這樣 很喜歡疏失他的防線 好像上一場 對著萬亂領先住 他都有些大意 或者集中力不夠的防線 所以 我另一個考慮 就是入球大 接著講講另一場英超賽事 劉卡素對萬亂 劉卡素近期的狀況 怎麼說 他形容比較反覆 中華華雷丁 當然在聯賽杯半厲害 %%%%%15%%% tent 大家都是複選 一比0贏成 5ぐ0 在歐巴布負選 和馬理疊 Во 其實 一般就不敢說他太差 剛剛在歐巴布 剛剛在主場 對著波爾多比較強的對手 3比0勝 也打得不錯 當然有一部分球員 都有複選上陣 但不能否認 陣中的帕比斯思思都開始配合 在歐巴布爾也入球 但是近期最值得留意的球員就是丹巴巴 今年就相當好 而且入球頻頻的球員 六場入六球,腳風相當順 現在暫時英超領先著的射手 再者,其實回到主場 始終劉卡蘇打高一筆 至於曼聯方面 其實他周中的歐聯能夠贏球 但是你不可以覺得他打得好 他完全是打得不好 還要先失球 再者,有一個現象不能否認 就是現在已經驗證到 朗尼和雲佩斯是可以共存的 但是朗尼的角色已經不同了 我一發覺非常喜歡用朗尼 是經常在兩邊中場 即是兩邊遊走 而且是製造機會給雲佩斯 其中雲佩斯入的兩個球和他有關 但是你要想一下 雲佩斯入的世界球是怪腳 而且還要是20場 不知道能否入到一球那種 其實你曼聯後期 若然不是門將敵基亞打得好 幾乎是輸回2比2 整場球來說 還有那個軍勢 雖然控球指導少了很多 黑爐日 但是其實攻勢差不多 其實這場球 看不到曼聯呢? 作客 我不看 因為看回 曼聯其實是讓半球881 有個戴西兩盒半大做85 現在還是曼聯在讓半球 有個戴西兩盒半三球 大做9 因為看回曼聯 今年的後防大家都知道 真是很弱 看回紐加素 紐加素的攻力相當厲害 你又贏了 你又贏了半球 這場球我看不見了 我覺得紐加素 有機會和或者贏了 我也覺得是 這場球很大的暗勇 因為曼聯的防線真的相當壞 如果你看回他近期 由於雙兵的問題 維迪繼續沒得出 那就繼續用伊雲斯 回答李奧菲迪南 大家上一仗就看到了 第二次 巴爾和艾朗連龍等等幾個球員 好像拿著身份證 自動過關系統 其實如果你看回陣中 紐加素 對著黑雙殺 巴比斯斯斯斯和丹巴巴雅 再加上賓亞化這些球員 你其實都很惡打 如果以體能、速度、跑炸力 真的和丹巴巴雅和巴比斯斯斯 只是跑都跑死你 所以其實這場球 我另一個考慮 除了傑仔看好的下盤之外 我覺得入球大 也有機會 因為這兩班球員都能入得失得 而且萬聯你不能否認 他其實功力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都繼續維持 尤其是雲佩斯相當的 大問題就是防守力 現在是有問題 所以這場球的另一個考慮 入球大 加上朗利的復出 也對於球隊的入球能力是幫助的 所以我選擇入球大 阿傑仔就是選擇 柳卡素下盤 我們不如這樣吧 還有一點時間 也說了另一場英超賽事 還有 今個星期還有一場 就是修咸頓對著富咸 富咸之上個星期 但是一比二輸給萬城呢 質素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我自己的略嫌 他們領先了之後 打得比較畏縮一點 就沒有趁萬城未入局 就趕快按多一球 最終呢 在主場之理之下 最終一比二輸球 還有當然 那個關鍵性 就是臨完上半場 就被萬城追回平手 以及拿回優勢而已 至於修咸頓 其實這支星巴馬就不懂得首球 排十七位 他們暫時贏過一場球 拿三分 他們除了剛剛上一場 一比三輸給愛華頓 其實就意料之內 但是之前兩場 聯賽杯和聯賽都能夠贏一球 分別主場贏的石周三 以及四比一贏阿士東維拉 反而是四比一贏維拉 這場大家比較意外 這場球 其實修咸頓有主場之理 作客也好 沒有主場之理也好 都是死功爛功的 其實這場球怎麼看呢 會不會覺得有機會富咸贏 還是入球大 有什麼選擇呢 你覺得 因為初盤也是平手 反而 嚇到富咸就熱些了 去白領 大小就是兩球半 大做九幾 到現在都沒有怎麼變 平手盤和入球大小 兩球半的話 其實有機會想一想 入球大 對 其實真的入球大而搞 富咸呢 你看到近期贏輸 都很近四場都全部開大 起碼他們自己的入球能力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還有 我也是那句 這班球你真的很難觸摸 究竟贏不贏輸 好像他真的拿捏到的 你不要以為古靈精鬼 我真的要小心他的 所以這場球我也是勸大家小心 入球大最簡單 因為修咸頓 不是 修咸頓就跟赫諾威一樣 他就不斷攻 不理你主人作客 他就不斷攻 那倒不如簡單一點 就入球大就宣訴了 唉不要煩 這場球可能玩下手 這麼多場已經是最容易中的 可能是入球大 著一聲 可能上場也入球大 好啦 那眨眼 星期日的贏寶觀禮 都跟大家見面 差不多了 時間差不多了 那當然記得 繼續上我們Bubble18.net 去聽聽我們其他 明家的分析 數據王 習蔡甸勞 另外是世鬼 還有陳炳安 阿巢 甚至本王傑 還有我小弟的貼士 或者分析 還有語音半場分析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 明天繼續有贏寶公糧 拜拜